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节 彼得后书一章 第四节 咱们从第三节开始提到第四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四节 走了什么开身来 咱们毕竟拿另一人那些人 拿翻底本圣经 完了之后不认识那字 也读出来圣经 咱们这不是翻底本圣经 都读一包 一、二 神道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精神的事赐给我们 借以我们认识祂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祖国 因此他必将有宝贵有其他的应许赐给我们 将我们解脱于世上从情欲来到败败 就对于神的心情有份 因为你爱我们 你每一天都在基督耶稣里供养我们 你预备了充足的食物给我们 因为你知道我们里边那个人需要天上的粮食 我们里面的人需要天上的活水 我们里面的人需要天上的真光 你今天必要在我们里面那个人里动工 你必要赐给我们属天的亮光 属天的食物 属天的活水 浇灌你自己的众儿女 凡从神生的你都要浇灌 都要喂养 因为你是按时分粮的神 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你将极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 使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这样的应许 谢谢天父 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 你应于了我们的祷告 你也照着你自己的旨意在这块土地上兴起了你的儿女 你赐给这群儿女从天上来的粮食 从天上来的活水 从天上来的真光 每个儿女都能从你那里得到宝足 得到光照 因为你的亮光是向一人散布的 所以他必要向我们散布你的亮光 保守今天的聚会 我们中间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 叫魔鬼在这里头拦阻我们的聚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这里 就都能听明白你的话 凡来到这里 你一个也不失落 按照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 因为你给我们极宝贝又极大的应许 必要成就在我们身上 你没有丢弃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被你所拣选 还要被你使用 今天借着我们的口来传讲天国的福音 将天国的奥秘传到地极 跟万民做见证 谢谢天父的应许 谢谢天父保守我们 因为我们这一群人仰望主你的应许 在圣经里寻求你的话 祝你救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亮光 祝你救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亮光 祝你救我们权柄和能力 我们今天聚会不至于突然 所以我们空着来保着回去 就众弟兄姊妹都吃得饱喝得足 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成人 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谢谢天父 让你的旨意带你这里的聚会 让这几天的聚会达到你的面前 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都达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赤露敞开 让我们能够接受从天上来的赐福 让我们的聚会 让你的把气拖在你大能的手中 它几乎是软弱 但你却是强壮的 今天必用你自己大能的绑币 阴蔽着它 让你众弟兄姊妹的缘故 你赐给他口才 聪明 能力 使他讲述的每一句话 带到天上的权柄 让我们给弟兄姊妹带来造就 让我们使教会带来造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 追求多得造就人的恩赐 因为我们相信 你必能够借着恩赐 使我们彼此联络互作肢体 让弟兄姊妹的心灵都得到 主你的从天上来的供给 阿们 听于我的祷告感谢祝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 阿们 好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继续来交通 冠冕这个课题呀 我们讲过 单独我们讲过 所以 我希望弟兄姊妹 都能得冠冕 阿们 只要我们来到这里 只要听这个道德 都能够冠冕 阿们 你们不愿意弟兄姊妹 就停留在得救那个现状 是不是啊 是啊 有很多人被事物缠身 不能够来接受这个 上帝所给他这个冠冕 好 咱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 神的神能 你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赐给我们 一切 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先得生命 后得敬虔 生命和敬虔的事 赐给了我们 你现在得不得到生命 下面还得怎么样呢 把敬虔的事 也赐给你 是不是啊 因为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 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 结议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 荣耀和美德 教我们的主 我们认识他 是不是啊 结议我们认识他 他才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赐给我们 不是关我得生命 还要敬虔 这生命还得彰显出来 这叫敬虔 是不是啊 这宝贝还放在瓦西里 还要显明出来 这叫敬虔 对不对 第四节 第四节 因此 开以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 赐给我们 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赐给我们 所以他在圣经里 把应许赐给我们 什么应许呢 神说 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系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这是不是极大的应许 这个敬虔的事你做不到 但上帝可以 在圣经里给你这么大的应许 要把极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 赐给我们 就叫你敬虔 是不是啊 就要领许和儿子进入荣耀里 是不是应许啊 是 你是不是儿子 神要把 你这儿子带入到荣耀里 并且叫你敬虔 好不好 神要这么大的能力 他就能做到 因为他已经应许给我们 往下看 叫我们 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必须先脱离败坏 才能跟神的性情有份 对不对 弟兄姊妹 对 这样才能被神使用 这是神说的 是不是啊 借着这个苦难呢 昨天我们讲了 一天 关乎苦难的问题 借着这个苦难呢 把情欲给你拖下去 昨天我是不是讲了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以情欲断绝了 从今以后 就可以不从人的心理 只从神的旨意 再是度于一下的光阴 对不对 对 不从人的旨意 只从神的旨意 再是度于一下的光阴 当然我就到 讲给那些 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预定得荣耀的人 不是讲给那些 从创立世界以前 上帝就没有预定得荣耀的人 我讲给他 他就忍受不了 我提醒他 他也忍受不了 只有那些 神亲自 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预定 叫他得荣耀的人 我这一点子就明白了 我不能顺从人的情欲 那么上帝教会受苦的目的 就是不顺从人的情欲 只顺从神的旨意 再是度于一下的 只要从情欲来的 你马上能发现 这是情欲 对不对 你会不会发现这个情欲 会 情欲都是显而易见的 只要是进入到 那个显而易见的 都属情欲 江大太书不说情欲 都是显而易见的吗 就如奸淫 是不是 那我现在传道说 我天天在那奸淫里头活着 我怎么传道 你就发现 这就是从哪来的 情欲来的 不管是地形 不管是死位 有人诱惑你 第一件事就是奸淫 是不是 污秽 挟荡 败偶像 邪术 仇恨 忌恨 恼弄 结党 纷争 义端 醉酒 光燕等的 这些只要包括在这里头 那是从情侦上来的败坏 对不对 这是败坏人的 你走一个教会中间 我就奸淫 我就找我 看教会里有没有合我心的 完了之后呢 或者是姊妹 和弟兄 在一起 就有这种 这种奸淫 你说败不败坏 败坏 去败坏你的家 最重要是败坏的教会 是不是啊 是 我们怎么知道呢 然后打到 加拿太书第六章 第七节 老弟们 加拿太书第六章第七节 这是你将要得冠冕 得荣耀的前提 你借着苦难 脱掉了情欲 使上帝爱你 要使用你 好不好 不然的话 你这个人 不能被上帝使用 因为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 必做贵动的器皿 何苦主用 成为圣洁 何苦主用 欲必行各样的善事 不然的话 反倒这件事 你别想 你带着情欲 走到哪 你就带着情欲 撒什么种子 摘什么树苗 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 就开什么花 那是定下来的 是不是啊 你撒情欲的种子 能从情欲收什么 收败坏 这是圣经说的话 所以这传道人重不重要 这是十分重要的 传道人 今天新时代的传道人 就是新约的传道人 比旧约的传道人 那么 比上帝使用的更大 所以上帝要求你就更大 给你多的呢 就管你多要 对不对啊 少给你的 就管你少要 他给你多呀 因为末后时期的传道人 他是长子 是被以色列卖掉的长子 卖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是长子 他们变成私子了 我们将来统治他们 他们没办法统治我们 因为他们是我们 手下的子民的 听没听明白 明白 你是做官的 做王的 将来以色列都得受你统治 是 有信吗 信 这圣经的话 你们要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你们要审判天使 审判世人 你有这么大的 职分 是不是 正大的权柄 正大的王位 今天 所以 为传道已先 神叫你肉身受点苦 这知善知情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对不对 至善知情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那么上帝要先叫你得荣耀 再使用你 好 还是先使用你 后叫你得荣耀好 哪个好 哪个再先好呢 是先使用你好 还是先叫你得荣耀好 先使用你得荣耀 先使用好 先得荣耀好 先不用先更新我们 也不用先脱掉我们 从情欲来的败款 就直接去创造 别带着情欲 别传道 别有情欲 行不行 咱可不能像好消息宣教会 好消息宣教会 它是什么 不用脱情欲 先去忙 把情欲忘掉 咱是怎样的 先把情欲脱掉 你别着急 被神使用是迟早的事 听没听明白 一定是迟早的事 不用着急 因为你着急了 你起来的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什么现象 我们看第七节 第七节 六章的第七节 搞得慢 一 一 二 不要自己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重的是神 受的是神 圣着情欲撒准的 必从情欲受乖乖 圣着圣灵撒准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好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先读这一节经文 这一节经文说什么 这节经文说 神是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是不是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那么你重的是什么 把这些格上 先看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三十六节 你重的是什么 你从亚当中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从情欲 从情欲重的东西 咱在 使用里外这个人 以先 使用这个人以先 那必须把这个人 从亚当来 继承这个人的情欲 上来的败坏 给他怎样 脱掉 脱不脱 一定会脱的 不脱 从那生的 就是败坏的东西 那败坏的东西 走到哪 它能产生什么结果 败坏 是不是 你问一下 败坏种 就像以色列宗第一章 提到了 犯罪的国民 败坏的种 他们种 他是败坏的 是不是 你这个败坏的种 如果不脱下去 你就被神使用 那么 没能怎么定 就被魔鬼 把你拿下 你信不信 就在这个败坏的种 就把你拿下 就像参赫一样 那败坏种 没拿下 最后就去 侍奉神 也大有能力 大有荣耀 很快就被魔鬼拿下 不知的人呐 你所种的若不死 怎能伤呢 是不是啊 就不能伤 什么 你说我种的若不死 就不能伤 伤 看这个经文啊 你种的是什么 种的是个情欲啊 是啊 种的是从亚当来的 是不是败坏啊 那这个败坏的东西 走到哪 他就顺着那个情欲 撒住 你想顺着 顺着圣灵撒住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啊 他就自然就顺着情欲 发动 对不对 男人在 就是以色列的南京 在过约旦河之后 第一站就是基甲 这基甲的地方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我意思 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南京都受隔离 就是意思 把你嘴中 所遗留的那个情欲 给你割掉 那个时候就用火 用什么呢 火镰刀 是不是啊 把那个男人 那个羊皮 给他割掉 割掉意思就是说 给他割情欲啊 那只是预表 但基督使你们 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离 你先接受这个割离 好不好 不是肉体上的割离 真割离在乎灵 我在乎疑管 基督要使你们 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离 就借着患难 把这情欲先给你脱掉 这时候你出去了征战 你就有能力了 好不好 好 你就是被上帝使用的 一个贵重的器皿 合乎主用 咱今天要不要 合乎主用 要 什么叫合乎主用呢 我在 聊天的同工会 在那个 东方那个同工会里 我讲的合用感情 你要不要做一个 合用的器皿 那你得接受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 你才成为合用的器皿 合用的器皿 合乎主用 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神在 在你身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不合乎主用 神不会在你身上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件事是贵重的 你所做的器皿也是贵重的 是不是 必须把悲贱的事给它脱掉 你所重的若不死 就不能上 所以呢 你要想做规重的器皿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首先一点 就必须 到着神给你的规矩 是不是 咱是比武 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 不能得冠冕 好不好 非按规矩就得着 就得按规矩 一个 一个的 上帝一段一段的 就给你往前走 给你设立了许许多多的 这个天国的规矩 是不是 是不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耶稣基督 每到三十岁 不合乎犹太人 律法的要求 他是不能出来谈告的 这是第一点 是不是 耶稣传道前 必须接受 施洗约翰的洗礼 不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圣灵 绝对不能降在他身上 是不是 圣灵不降在他身上 他绝对不能够上旷野 圣灵把他催到旷野 还得受魔鬼四十天的试探 这是个规矩啊 是 他必须得走这个过程 因为这是上帝定的规矩 你是不是呢 是 你也是 因为 人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你这个按照规矩 谁按规矩了 谁就成为贵重的起点 是不是 合乎主用 上帝好预备 借着你 行各样的善事 你才能正式得什么呢 关键 对不对 按规御来 好不好 好啊 不按规御来不行 这就是上帝所使用的人 跟人今天使用的人不一样 人使用的人我看谁眼了 我就使用他 我看这个人能力强 我就使用他 上帝不是这样 你能力再强 上帝也不使用你 因为不是依靠视力 不是依靠才能 依靠主的灵方能成实 对不对 神今天就不是用 你的才干有多少 你再有才干 但今天没有 照着上帝这个规矩 一步一步的来 神绝对不可能 使用一个人 好不好 使用那所罗门 那所罗门 够不够有才干的 有 但最后照样 败落了 不但败落了 国都分开了 是不是啊 就应该他分开的 你看合不合不主用 不合不主用 所罗门不是 他的智慧从天上来的吗 不是神给他用 不是的 他的智慧是上帝给他地上的智慧 并不是属天的智慧 如果是属天的智慧 他不会去拜别国的神了 弃掉自己的神 拜上别国的神了 神就叫人知道 地上再有智慧 像所罗门那样 也照样能够背离上帝 去拜别国的神 对不对 对 神就提醒这件事 地上再有能力 像亚当一样 在地点圆里 给各样的动物起名的 有没有聪明 有 有没有权柄 有 但有没有情欲 有 他就顺着肉体那种情欲形式 并不是一个圣灵形式 所以今天上帝教 所有人都能学习这个功课 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 他一定是先照着上帝的规矩 一步一步的来 去得名上帝 要他这个光点 好不好 这光点就是给你预备的 但你必须照着规矩来 所以这里边说 不要自欺 神是轻漫不得的 轻漫神 那么上帝是轻漫不得的 对不对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加上太书六章 六章七节 这节经文呢 也很关键的 六章七节就告诉我 神是轻漫不得的 所以不要自欺 这句话说 不要自欺 神是轻漫不得的 因为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对不对 你从情欲种这些东西 那当然你就从情欲 收那个败怪 亚当给你留下 那个情欲的东西 不除掉 当你一旦被使用的时候 已经步入到战场的时候 那你发挥的是情欲 是不是啊 发挥是你自己的东西 当你发挥情欲的时候 圣灵不动工 圣灵不动工 你没有能力 所以这时候 你就败在情欲上 魔药鬼就用情欲 就把你打败了 对不对 把没把参孙打败 打败了 打败 就用情欲打败的 对不对 神为什么 要把参孙 记载在圣经里 就是叫所有人都知道 参孙也是上帝使用的器皿 但没人脱情欲 是不是啊 就带着情欲 去征战 所以魔鬼就就着情欲 把它拿下 行不行 咱们也跟参孙学习 带着情欲去工作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魔鬼早晚给你拿下 不信你试试看 对不对 当然参孙最后得胜了 他怎么得胜的 没有情欲了 眼睛也瞎了 地上眼睛也瞎了 推磨的 是不是 头发又长出来了 对不对 肉眼已经瞎了 看不见哪有美女了 看不见哪地方有大力大了 不然的话 上山上看一个女子美貌 就叫她们回来 后来就叫她爸她妈 快给我取来为妻 不管是哪的 取来为妻 哪个眼睛睁开着 肉眼睛睁开着 所以他就求她爸她妈 把那女的娶到家里来 是不是啊 最后那女的呢 最后又被菲律式人弄去了 跟别人行刑 跟那些其他的菲律式行刑 给他那些朋友了 是不是啊 后来呢 又遇见了大力拉 这大力拉 最后终于把她拉下来 是不是啊 抽敌天天的给你送大力拉呢 你如果不 先把情欲除掉 那是抽敌天天的 借着情欲给你送大力拉的 早晚有一天是给你拉下 对不对 再开始都没拉下 不跟他说实话 最后呢 不能保守真道的奥秘 没保守住是不是啊 最后就告诉他 我这能力来源于头发 那么仇敌在他睡觉的时候 把他头发剪除 最后呢 再把他绑上 他就软弱的像一潭烂泥一样 是不是 倒在情欲上了 是的 今天有多少人倒在情欲上的 吉哈西 长满脸 满神都大麻烦了 倒在哪 情欲上的 是不是啊 伊丽莎都告诉他 不用收乃曼的经营了 叫他白白的得福音 他撵去了 管人要银子 要金子 要衣服 是不是啊 回来了 伊丽莎问他 你上哪去了 完了他不承认 他说我的心欺慕给你 这个你一起去了 最后说 乃曼的大麻烦 被淋到你 刷 脸满脸都是大麻烦 对不对 他满脸长得大麻烦 是不是从情欲上来的 是不是 拿着牙匹红献香炉 这旧约本身就是在情欲里侍奉 献香炉 献谁的香炉 献谁的香 拿着自己的香 献上烦火了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这在哪里侍奉 在情欲中间侍奉 你看现在在情欲中间侍奉 最后产生的那种结果 上去奋动力的他 以下就把他 双灭了 胜过来 以下把他双灭了 是不是情欲的侍奉了 是 我讲了一个人手的服饰 专题讲究里面各题 人手的服饰 在情欲里服饰 对不对 这教会一旦落到人的情欲中间服饰了 那这个教会又管他了 你也管他了 教会也管他了 反正你俩都管他了 对不对 对 五三 福约会是情欲 还是圣经 也是情欲的服饰啊 你看在情欲里服饰 何等可怕的 用人的情欲 一股约会 一下把他击杀了 上帝愿烈叫人用情欲来服饰他 对啊 因为属灵的神不需要情欲服饰 他不用人手服饰 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不是啊 那么今天谁没有 脱下情欲就去服饰主去了 那最后他的结果就是用情欲来服饰神 因为情欲服饰神 走来走去 必要败落的 是不是啊 必要从情欲受败坏的 所以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的 必是什么意思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的 一定从情欲受败坏 对不对 今天有多少教会我发现的顺着情欲撒种的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受永生 顺着谁 十六节 十六节 五章十六节 五章立即十六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什么 情欲 你看 这个传道人呢 特别是今天我们 这群被上帝厌重的人 而且呢 提前把我们简写出来 就是借着我们要把这个福音 传遍到世界各地 将来上帝 给我们中间呢 很多很多的恩赐 比如说 给你说英语的恩赐 阿们 你不用学 你学来的呢 类似你也学不得 你也学不得这么清楚 跟你说英语的恩赐 完了之后你可以 上帝要把这道 传遍到世界各地 最后就兴起了我们中间 一个说英语的 或者说法语的 说俄语的 因为你就有这恩赐 就有什么恩赐呢 说别国的话 这样恩赐 就兴起这么一个人 等今天兴起这么一个人的 那么你就可以 到外国去穿 到外国你一开口呢 你说的是汉话 你想的是汉话 你要说的是汉话 其实呢不是 一开口说的就是英语 就是法语 就是德语 就是西班牙语 是不是啊 就是日语 就是韩语 是不是 你一开口就说这话 这叫什么 恩赐 学来的叫什么 学来的叫什么 学来的叫才能 不是学来的 给你的 给你的叫什么呢 不是依靠 不是依靠 才能 依靠我的灵 方能诠释 因为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的 对不对 圣灵 所以几亿将恩赐 分赐给个人的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所以圣徒 今天圣灵来了 要把圣徒 所有的圣徒都发挥出来 赐给他恩赐 赐给他不同的恩赐 有医病的 有感鬼的 有心异能的 有传道的 是不是 有说方言的 是地方化的 有一天你会知道 圣灵在一个顺服的儿女身上 他会分赐给他这样的恩赐 好不好 我们有了恩赐 这些教会发展的就更快的 是不是 是按照恩赐彼此联络 互作肢体 没有恩赐 你没办法联络 你有什么联络 这耳朵从来没有恩赐 就是死的 听不到声音的 这耳朵就是一个摆设 是不是 是 这眼睛看不见 是 看不见东西的 什么也看不见 那这眼睛就是个废物 他得发挥他的耳朵 发挥他听的恩赐 眼睛发挥他看的恩赐 鼻子发挥他文味的 是不是 喘气的恩赐 所以发挥他说话和吃饭的恩赐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所有身上的知己都有恩赐 所以上帝要把这恩赐给他发挥出来 就是 圣灵要将恩赐 随即一分赐给他 好不好 好 有一天教会会出现这种圣经 这是一种圣经 就像十足天三第二章的圣经 那是什么圣经 就是 圣灵降在他身 有舌头 有 是不是 如火焰的 像舌头一样 就是分在个人身上 个人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了 是不是啊 是 那么有一天 你也会说别国的话 阿们 你也不靠着才能 不靠着什么的 那么恩赐 它是 它是什么呢 圣灵赐的 圣灵赐的才叫恩赐 不是圣灵赐的 你实际学 学出来也学了半朝乱家 学不咋地 一说 就仗口结舌的 一说就说不准 那英文哪个地方都翻不准 就像那天给那个印度人翻的 我这个给他翻过了战口结舌的 人家一说话他手翻不准 行不行 不行 最后呢 别人一说话就对大陆一问 用什么对大陆 用英文 用法文 用德文 用 是不是 西国来文 行不行 用西大文 用罗马文 行不行 用意大利文 对不对 用西班牙语 用英语 行不行 行 最后就给你这样的恩赐 因为好合乎主用 预备行杠的善事 这你就是预备行杠的善事 因为你是在前面 顺着圣灵而行 对不对 对 什么叫顺着圣灵而行 圣灵说 你先别传道 我先在你身上工作 你先别为我工作 我先在你身上工作 阿们 因为你还没到时候 我先在你身上工作 然后预备行各样善事 行不行 行 这叫顺着圣灵而行 圣灵第一件事 在你身上脱情 脱去你们老祖宗 遗留下那个穷 脱去那个从情绪上来的败坏 这样你传道的时候 不会产生出败坏 听懂了没听懂 这叫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 因为圣灵先一托情欲 他就不放纵情欲了 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传道人 提前所预备的课题 预备的功课 那么你就得顺着他 因为圣灵不是单重生的你 而且要更新你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提前后书 那段经文 要更新你 更不更新 更新 所以救了我们 以圣灶灶我们 并不是因我自己所情的义 乃是照着 什么呢 重生的喜和圣灵的 照着他的怜悲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重生喜就重生得救了 重生得救以 重生得救了以后了 重生得救完事的 不是一下子被神使用的 而是圣灵的更新 这叫顺着圣灵而行 他要更新你 你接不接受 他要给你脱下 你老祖宗给你留下 从情欲上来的败外 你同不同意 同意 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 就成为 所贵中的欺灵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赶上的善事 阿们 他得叫你脱离卑贱的事 那么今天 你愿不愿接受 圣灵在你身上 给你脱离卑贱的事呢 愿意 你老祖宗给你留下的 遗传那个卑贱的那个情欲 要不要脱掉呢 要 你这情欲走到哪里 都会败外到哪里 你只要传到 你说只要不接受 圣经给你把这情欲给你脱掉 你走到哪里 你败外到哪里 你只能起到败外头了 是不是啊 是啊 你走到哪里 贪财 就把这教会就败外了 是啊 你走到哪里 你就 好色 就把这情欲就败外了 好不好 这不是在建立教会 这叫什么呢 拆毁 败外教会 因为你有情欲了 他就败外教会 所以我今天跟丁佑 这么讲这个 可绝对不是我想出来的 是我想出来的吗 不是啊 绝对不是我想出来的 你只要说我要别灌脸 这是前提 就是接受圣灵的更新 好不好 好 接受圣灵更新 这是规矩 你顺着圣灵而行 这个顺着圣灵而行 就是他要给你脱情欲 你干不干 干 所以你不是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先行 死于童丁在使下 这怎么还脱情欲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先行 死于童丁实价 这是道 我还得信 最后圣灵还在你身上施行 这几个阶段 一个是耶稣做成的这个节目 把你的肉体 连肉体先行 死于童丁实价 你信不信 你信是第二个阶段 耶稣做成是第一个阶段 你信是第二个阶段 圣灵在你身上更新 是第三个阶段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 这三个阶段 敬畏基督 那三个阶段 来 说一下 第一个阶段 耶稣做成的 耶稣做成的 耶稣 一人基督 众人死 众人死都死了 情欲也都尽死 这耶稣做成的 就像什么 他洗净了人的罪 他洗净了人的罪 是神做成的 但你不信 这件事发生不在你身上 果效发生不在你身上 就没听明白 那么他洗净了人的罪 帮不帮不帮不 三次会堂那些人 帮不帮不 但他信不信 他没有信 他没有信 果效 他没产生在那儿身上 没有 没产生在那儿 他得有果效啊 一生要果效 对不对 要果效 这一生果效 由心发出 你必须借着信 这个信 必须借着信 才能决定了 对不对 我不信 罪已经定了 听不听明白 他洗净了人的罪 不当于你竟然不信了 就可以进天堂了 对不对 你不信的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做成救恩 他说洗净人的罪 但你不信啊 你不信 这个洗净人 这果效 不可能产生在你身上 他洗净人的罪 是主做成的救恩 你必须借着信 然后呢 还得圣灵施行在你身上 把这件事 施行在你身上 这叫施恩的圣灵 圣灵是不是施恩者 是 那么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先行 似于通经使下 这是耶稣 做成的救恩 借着你的信 然后圣灵再在你身上 施行救恩 好不好 好 要施行 给你更新 是不是施行 是啊 藉着重生 和圣灵的更新 重生已经洗完了 还得圣灵更新 可别像那些伙人 洗了孤独的那伙人 他们是怎么信的 哎呀 咱们都洗净了 咱们就 不用更新了 没有信就两人了 就一个人了 错不错 错 说更新 圣灵实行更新 那就说明你有两个人 对不对 对 我 从讲到那天 我就没讲 就重生 讲重生 我就讲两个人 是不是 我讲重生两个人 我从来没讲过一个人 更新说明 就有一个旧人 有一个新人 是不是 宝贝放在瓦器中 显出来 把旧的脱胶 吸给显出来 好不好 好 所以 从情侣上来的 拜拜要不要脱 要 是圣灵要脱的 还是我们要脱 圣灵要脱的 圣灵要脱的 你就顺着圣灵就行 这是圣灵 在你身上所定下 神定下的旨意 接着圣灵在你身上 进行怎样的 脱 脱这个情 好不好 好 千万不能为你拒绝 你去觉得 你怎么被使用呢 你不被使用 你怎么去得冠灵呢 是啊 咱们今天不是 这个路不就是这么走的吗 你上任何那个地方 你找另外去找 叫他能这么跟你讲 你绝对找不到 平耶稣绝对不能 给你讲脱情欲 因为他在情欲里活着 他要大大战口 大大充满 他要在地上大发财 他绝对不能给你 讲脱情欲 对不对 金生死呗 对 小平不能 绝对不能给你 讲脱情欲 他绝对不能 讲肉身受苦的 接着苦难 脱情欲 他绝对不能这么讲的 林辉辉 绝对不能给你 讲脱情欲 蒋小河 绝对不能给你 讲脱情欲 因为他们在情欲里活着 他脱什么情欲 这毛都是毛 是不是啊 他就一个人 他没有两个人 他就在一个人里活着 他信的本身是给肉身信的 他根本就没有重生的生命 他根本不存在两个人 也不存在交战 他脱什么救人呢 就是一个人一脱掉不就没了吗 对不对 咱们是两个人脱掉一个 剩下一个新的 是啊 就救世以后都变成新的了 对不对 咱是两个人才说脱的问题 你一个人脱啥呢 你脱了完了不就没了吗 是不是才提醒死呗 是 所以这件 这是一个极宝贵 极大的应许 是不是啊 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赐给了我们 这是敬钱 不妥情欲 你没办法敬钱 你不妥外面这个人 里外人显不出来 他怎么敬钱呢 对不对 对 什么叫敬钱 倒在肉身显现 不就是敬钱吗 是不是 大道 在耶稣肉身显现 又住在我们中间 长大成人 最后显现出来 这叫什么 敬钱 对不对 对 你那情欲你也不脱 旧地也不脱 就光在那旧地里活着 就去传道去了 做主群 你看那女的 那三十会堂的女的 哪又不是做主群啊 穿个高跟鞋 背个小包 嘎嘎嘎嘎嘎嘎嘎的 做主公 做什么主公啊 今天早上还讲呢 那里有组长 有班长 是不是啊 还有队长 唱诗班班长 还有片长 还有驴体长 那这教会的职份 有关了吗 没有 你让班长都没 是不是啊 是 马长 旅长 有关系吗 是不是 弟兄姊妹 他跟那教会的职份 一点关系都没有 神不承认那是教会 那不过是个宗教团体 根本不是教会 他设的那职份 都跟那圣经里那职份 根本就 一点没关系 是不是弟兄姊妹 是啊 跑那里去听道去 你说这一辈也说完了 哪有道 他那里有道吗 我这么讲 他要那么讲 就怪了 他能这么讲道吗 你去 他告诉你 他情欲 他能这么说吗 他就在情欲里 他就一个人 属情欲的一个人 干嘛没重生 对不对 都在情欲里传道 是做主功 是做在情欲的功 是顺着圣灵 还是顺着肉体 明显的顺着肉体 今天这件事情 只有我们这里才能讲 这是一个圣经隐藏的 一个奥秘 其实也并不隐藏 早就在这 那些个属情欲的人 看着这经文就躲起来 就不查这些经文 避危不严 因为他也查不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都没重生 你说他吃到 这么奥秘的事 因为这是 极宝贵 极大的应许 是不是 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 赐给了我们 这是一个 敬虔的奥秘 敬虔 敬虔是不是奥秘 对他们来说 他们看见这经文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不知道什么叫图 他不知道 他不灵 是不是 是 所以图 脱出我自己 图案圣灵多 圣灵多 圣灵多 但必须借着 你的心 他来做 你得接受 他在你身上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 弟兄弟们 不要急于求诚 好不好 一口吃个胖子 不要急于求诚 一旦急于求诚 圣灵的工作 在你身上 未完成 你最后没有能力 你走来走去 没有力量 好不好 好 你没有力量 你再往下走 走不了了 你讲到 开口 你就没有能力 这讲到要不要能力 一定要能力 要权力 要能力 是不是 不然的话 你是有批乏 有困倦的时候 是不是 少年人 也有批乏困倦的时候 他要把这件事 做成 就是 你祖宗给你 遗留下 那个拜拜 的情 一定要脱下去 好不好 在什么环境下 脱下去 就是 苦难 就是患难 好不好 好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修士 圣灵将神的爱 搅拌在我们心里 这是你带着神的爱 去传 这是带着圣灵 在你身上 出尖的果子 去传道 好不好 好 这是最好的 否则的话 就会出现问题 就会出问题 那么在情欲下 活那些人 出问题正常 但在我们中间 不可以出现 那种 就是不当 出现的问题 好不好 好 这里必须有一个条件 就是顺着圣灵而行 圣灵的工作 是在 咱们身上 他必须 他先前的工作 就是脱情欲的工作 对不对 对 不然的话 走到哪 你就杀到哪 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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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就说 教会中间 现在死没多 地球少 你看咱们中间 有多少地球 大部分都是子 保证说 难不及你到好 说没说这话 说了吗 免淫乱的事 对不对 当然你就淫乱 你要同情得救 你也淫乱了 你也能得救 你也能得救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不能被神使用 你不能 都关免一会儿 就会听明白 明白 你走到哪里 你就淫乱 走到哪里 你就开心 好 你就 你就跟人家勾搭勾搭 勾搭来勾搭去 教会你说 就乱了 是不是乱了 现在我就遇见这样的人 到处干这个事 他根本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传道 而是到处干什么事 就满足他的肉体的欲望 是不是在情欲中间 是啊 他根本不是上帝兴起的 他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满足贪心 满足色情 是不是啊 满足那个当官欲望 图名图利的 这样的人 能为谁使用吗 不能 这不是谁合用的器材 对不对 对 神也不会使用这样的人 神要使用什么样的人 成为圣洁 脱离被垫的事 成为圣洁 何不主用 欲备心各样的善良 是 你个别说满足 这话不满足 谁说呢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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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好不过这个口 只是把圣灵所要讲的话 讲给弟兄姊妹 这是实实在在就是这样的 保罗讲的也是这么说的 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 因为你要不顺着圣灵而行 你顺着情欲撒种的 就一定从情欲受败害 你要顺着圣灵撒种的 就必从圣灵受勇 好不好 你得先收什么 这收永生 当然了 不是说你去收永生 这永生收了 就是这个 叫阳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丰盛的生命 是永生的生命 就这个意思 从圣灵收 永恒的生命 这永生是永恒的生命 好不好 我来了 叫阳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是耶稣讲的话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不急于修成被神使用 我要顺服的是 圣灵是怎样引导我的 不是我要做什么事 圣灵要我干什么 对不对 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圣灵在我身上要干什么 我怎样才能顺服圣灵的引导 好不好 你如果不明白圣灵的引导 那么你今天就被情欲引导 就被情欲勾引诱惑 是不是 牵引诱惑 昨天讲不讲 不是在这个点讲的 在那个点讲的 是吧 那个情欲 你人的那个情欲 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 他会牵引你 他会诱惑你的 是不是 被自己的情欲牵引诱惑 他牵引你 像一条线牵引你 保重往那条路走 因为情欲没脱下来 那情欲就在里边 就跟圣灵相承 他就专门干这个事 在你里边就干什么呢 牵引诱惑 把你往哪个地方牵引呢 往情欲里面牵引 对不对 往他那个地方牵引 往败败里牵引 是不是 所以人被试探 不要说人被神试探 神不试探人 因为人被试探 是被自己的情欲牵引诱惑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所以这情欲 你说让永恆要被拿下 圣灵要帮你拿下 这情欲干不干 干不干 这就顺着圣灵而行 就是你愿意接受圣灵 把你的情欲拿下 这就顺着圣灵而行 你不愿意接受圣灵 把你的情欲拿下 你就在情欲中间活着 要顺从情欲 你去撒吧 你只要出去撒 你保证收离是吗 收离 再会听明白 当然这是教会 天上的 教会是属天的 是属神的子 是 是 所以带教会 比带一个工厂 比带一个公司 比带一个社会上 一个大团体 还难带 因为他是用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来供养弟兄姊妹 而且是所有的弟兄姊妹前方所走的路 必须借到圣灵的引导 必须把众弟兄姊妹都引到正路上来 对不对 所以它是很难很难的 五花八门的 教会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是不是 它比社会也复杂多了 你信不信 信 社会上的人不过是那一点事 在教会上的人他涉到肉体情欲又涉到圣灵的 对不对 又涉到生命的问题 它双方面的 每个人重生就就 它都有两个人 有两面性 一面是属肉体的情欲 一面是属圣灵的 你看麻麻麻 这圣灵生的这个人还看不着 就在里面 但我们还得顺到里面而行 不顺到外面而行 你说麻麻麻 所以代教会不像社会上一个团体一样 团体好了闹了都行 是不是 但这个教会必须顺到圣灵而行 如果我们把教会都引到自己面前 就在情欲里活着引到自己面前 这教会就完了 是不是就完了 这教会就完了 都在情欲里活着 你说在情欲里活好不好 不好 所以神今天不让 那个出入教的 做什么呢 做监督 做监督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没被试验 他还在重体里头 就做了监督了 这就坏了 是不是 他还没明白所谓的事 所以就做监督了 坏不坏了 坏了 坏了 如果教会你说麻烦不麻烦 麻烦 混不混乱 混乱 混乱 特别混乱 都是那俗血系的人站起来 站起来要出风头 是不是 你看 他们还没接受 这个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 就起来了 起来会给教会带来混乱 是不是 是 所以不起来就正好 起来就混乱 因为你还没接受 圣灵在你身上的更新 没有顺从圣灵而行 就顺从肉体的情欲而行 是不是坏了 特别是从前呢 从前在假道理 那么长时间 因为在假道理事奉 都在哪里事奉 肉体情欲 那时候的事奉 绝对没有圣灵 不要说那时候我就也圣灵了 绝对没有圣灵 因为在假道理哪来圣灵的 一心真道才重生了你 你在假道理的圣灵从哪来的 是不是 哎呀我从前在三字里 我就重生了 没有 有没有这么说的 有没有这么说的 有那么说的 因为我就听到 从前就重生了 那时候你说我没重生 那时候怎么那么火热 你那火热是真火热是假火 假火 你那重生是真 你那被圣灵充满是真 充满是假 你今天听见真道了 你去把前面那些东西 全部都丢掉 好不好 你一行重生得救 你已经评认 你认定这道是真的 你把前面 在情欲中间 服侍的那套东西 都得拿掉 哪个教会不拿下 哪个教会早晚就被盗 不信试试看 你被盗的是你受亏损 别人不受亏损 是不是 你这个教会 整个的你在情欲中间活 你去教会受亏损 别人受不到亏损 是你自己 包括这个教会的人 都受亏损 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要求弟兄 你今天既然承认 这是真道了 就把从前的 从情欲上来的那种侍奉 和那种错道上那种侍奉方式 以及那种 那种形式 那种模式 都得给拿下 圣灵会给你一点点 顺着圣灵 圣灵会把各种都给你拿下 你要不顺着圣灵 就顺着情欲 圣灵不管 就认平你 你这样的教会做完蛋了 他就会顺 就会认平你 认平你在哪里走 在情欲中间 不在圣灵中间 所以这样的教会就是 靠情欲侍奉人 但败主也是枉然的 是不是啊 主决定 多多祷告 主也不听 你再经济 假的 好不好 都在情欲中间 在情欲中间 服侍的人 早晚有一天会犯盗的 再一个我再说 在旧教里活着的人 早晚有一天会犯盗的 对不对 对 那个东西就使你翻到的 那是使你翻到的 那个石头 半小时 就像你正在高速上跑 突然有一块石头 前面有一块石头 那高速上一百二十万 跑的时候 前面有一块石头 邦见上这块石头 车啪就翻了 一面垫一块石头 那个车正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 你说那万里多大 看见车就翻了 这一定会翻车的 好不好 为什么说修植主的道路 因为他所要行走的路 修植 一切三谷都要填满满 大小的山高洞雪饼 高的雪吊 低挖的地方填平 这就是修路 对不对 我们这一场 也是先修路 叫耶稣基督 圣灵在我里面 通行无阻的工作 我这个人 必须顺服下来 顺着圣灵而行 叫圣灵在我身上 通行无阻的 没有任何拦阻的工作 等我被圣灵工作之后了 我再被圣灵 再被主工作 那么就大有能力的 阿们 大有智慧的 阿们 大有权柄的 阿们 大有口才的 阿们 绝对不是靠着自己的 那个肉体的情欲 对不对 弟兄姊妹 顺服圣灵 顺着圣灵而行 对 这件事是至关重要的 是每一个弟兄姊妹 必学的功课 这是你在被传道前 你必须学的功课 是不是 其实我多次的提醒弟兄姊妹 就是圣灵的工作和人的工作 它不一样 对不对 人的工作看行啊 行上 往上上 圣灵不是这样 圣灵 它是要在你身上先工作 你行才不行 你不行才行 这位听明白 明白 你要有智慧 你靠你智慧 服侍神 他说 他先要借着十字架 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聪明人的聪明 不叫你有智慧 因为神 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你的 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叫你夸夺 但只知主夸夸 你自己有智慧 有才能 不算 你学来着 不算 行不行 凡是你学来的 不能用这个学来的 侍奉神 要用神给你的恩赐 侍奉神 给你的 圣灵随即 分次给个人的恩赐 来侍奉神 这就是真正顺在圣灵而行 好不好 圣灵在一个人身上 他必要工作的 特别是重用的人 神要重重的使用这样的人 就一定在他身上工作 从情绪上来的败败 都就脱掉 行不行 接受不 愿意不 愿意 这是你一个 侍奉神的人 必须所摆上的一个信心 好不好 这种心态必须摆上 我今天不是靠着自己来做 我靠着圣灵的大德和民政 好不好 神我不都在乎言语 不是我讲一句话 就是就行了 而是他要在乎什么呢 全能 说在乎全能了 他得有能力 我的情欲都没拿下 哪有能力 在情欲中间活 就是 就是什么呢 软弱的 是不是啊 所以今天上帝为什么在这里都强调的特别特别的清晰 写的特别清晰 你们说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落空 圣灵要干什么呢 你接不接受呢 接受 接受者叫顺着圣灵而行 圣灵的手 记住了这句话呢 因为这是圣灵在每个他的儿女身上要做的 他一个他都不放过 每个人他都在他身上做功 目的是叫每个人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阿们 你只要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就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 阿们 好不好 你这句话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 他不是说你今天 你信的耶稣 从上来就马上使 不是 是不是 以我所读第四章 我们看 这是你在得冠冕 得荣耀的钱呢 必须你要接受的一个事情 这样呢 圣灵说 要在你身上 所要说的话 你接受 并且他要营造 你也接受 他要给你更新 你也接受 他给你脱旧的穿新的 你顺服了 这叫顺的圣灵 十七节 四章的第十七节 找他们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 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方人 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里 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 合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比高硬 良心 既然丧尚尽 就放纵 你看看 外方人是靠什么形式 他良心是丧尽了 他靠什么形式呢 虚妄的心 虚妄的心是什么心 虚妄的心 你看到 这是 欲心 祖宗遗留下的叫欲心 但也叫什么呢 欲心 叫什么 欲心 虚妄 不要再向外方人 存虚妄的心形式 什么叫虚妄的心呢 虚妄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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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欲心 他就放纵 他就放纵 私欲了 是不是 他叫丧教 良心丧尽了 就放纵什么呢 肉体私欲 他在肉体私欲 在情欲中间活着 是不是 用欲心形式 用虚妄的心形式 用虚妄的心形式 虚妄的心 他怎么要在我身上更新的 他是怎样在我身上工作 我必须接受他在我身上工作 我先不去为他们模仿 好不好 这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是颅养阶段 你现在是长大阶段 你就是模仿了大人过家家 你也只不过是模仿 好不好 你模仿归模仿 但今天我告诉你 你还没到时候 听没听明白 你现在要得就是听到 把你的生命丰盛起来 不是你过家家的时候 你长大了不过家家 大人也给你找个对象 这里过家家 好不好 听没听明白 听没明白 这个主内的也是一样的 等你没到那个程度了 你到什么程度就说什么话 好不好 听没听清楚 听清楚 休息十分钟